有一個可能性我們大數量供應的來源都在內地 首先我們不要有個有色的眼鏡去看這件事 千萬也不要用一個政治的角度去看這些 我看到有些市民被採訪都是這樣說 內地那些我不會用的 我覺得這種態度都是不正確的 只要是經過相關的國家 它權威的機構認可的 對它們要有信心 科興的方法就是傳統的方法 即是叫滅活的疫苗 我們用了70年 叫做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亦都安全 其他的他們用核酸 所謂mRNA的方法去製造出來 這是新方法 它的好處就是製造得快 但是這個方法史前沒有紀錄 通常我們醫學界要看的一件事 要求證 是的 因為我們講科學的 我們講證據的 你給我有得選 我一定打科興的 科興的大家看數據 絕對不會差過外地的疫苗 甚至有些地方是好過的 所以我是對科興的疫苗的信心 有信心 是大過對其他的 我也是呼籲大家 不要太多希望 過分 依賴疫苗 然後你不做眼前的事 不要寄予後望 雖然他們第三期的試驗都說 有效率超過90% 好像很有效 但也有很多未知的因素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病毒是很狡猾 它會不會變種 它可以二次感染 它都未必變種 它自然的免疫力 只可以維持兩三個月 人工的免疫 是不是可以長一點呢 就算它有效 它幫你擋住病毒 但並不表示它幫你斬斷儲薄鏈 即在這個階段 有疫苗我又不打 這些潑冷水我就不爭死了 反而我是很著重的 其實是疫苗的生產 是不是真的能夠量產 確保它有效分佈 公平分佈 這兩個是最重要的